到今天我也是中飛鏢讀的 多謝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thy梁宇欣 我自己接觸飛鏢已經有五、六年了 第一次接觸飛鏢就是2012、13年左右 我當時就在一個基督教的文化平台 叫做Hot Culture的地方 初次見到電子飛鏢機 當時就沒有人理會那幾部飛鏢機 因為身邊沒有人懂得玩 在這裡雕空了幾個月之後 我突然有一天心血來潮 就覺得很浪費 為何沒有人玩它 不如帶我去買一套屬於我自己的飛鏢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完全沒有扔過飛鏢的情況下 我買了第一套飛鏢 就決定開始玩飛鏢 第一次玩已經很吸引 因為扔到一個飛鏢裡 命中的感覺 跟身邊朋友的交流一起玩飛鏢 我覺得很開心 也很吸引我 立刻我已經中了飛鏢讀 其中一個字 我想可能是倔強 自己是很不相信有些東西是不行的 任何的興趣都是 我一不就不開始 一開始我就希望玩得很好 很厲害的 我自己覺得飛鏢 都教會了一件事是 除了堅持 也要懂得放手 要接受自己是一個人 因為我們不是完美 去到一些時刻是 你真的要回一回氣 要沉澱 要接受有很多的起伏 然後在這個樽頸位裡 避免你學習去突破 但是未突破到的時候 你還是要忍耐 其實這個階段在飛鏢裡 是經常會發生的 而飛鏢對於我來說 不僅是一個興趣 其實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亦都是我工作的 很大的一個部分 所以除非是我突然要生小孩 突然大病 這可能會有影響 但是在沒什麼意外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我自己也會繼續 飆受這個怒 在2014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抉擇 就是我究竟要不要再回到 娛樂圈樂壇 再繼續音樂 那時候其中一個很大的考慮就是 我要這樣走的時候 其實我心想要放下飛鏢 我們的行程 一做事 其實就已經是負擔不了 會有很多時間操標 甚至是很多比賽要放棄 那時候很掙扎 有不開心的 就是覺得 很喜歡這件事要放下 其實這也是很多現在 香港的標手的一個掙扎 就是你沒辦法 那份工的關係 或者你真的請不到假 你未必真的可以給那麼多財 到了2015年 我自己正式出碟的時候 那個掙扎就更大 因為那時候已經開始有Hong Kong Tour了 但是又奈何 又出碟 又有舞台劇 就是沒有人沒有東西的 那時候的行程 我的人生又不可以用很順利去形容 至少也有點崎嶇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用一句話去形容就是 就是有心災花就花不醒 就無心插柳柳聲音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人生很努力去計劃 去做那些事 又未必是如你所願地發生 我很感恩的是飛鏢的路 有時候有機會的門是突然間打開的 其實心底最大的東西 這一刻一定是飛鏢 但是你說音樂是否沒有一個位置呢 又不是的 就是在心靈的深處 有一個角落頭是永遠都是屬於音樂的 譬如正如我們現在有隊樂隊 有隊Dior Star 都是在我們飛鏢的閒語時間 我們去合作的 我們都是很享受的 音樂是一個點綴 對於音樂來說 但是都是一個未完的夢 你說會不會想 開聲唱歌 都會的 都會有灰心 有失意 覺得很迷惘的時候 但是我又 其實挺幸運 我有一個很好的師傅 當我一不成功的時候 我就打給Paul 我們的交流中間 不只是擲錶 就是很多心理上的東西 它會輔導我 你說要真的去否定 或者完全覺得自己不合作 其實是我自己是未試過的 因為始終我很幸運 我是一個環境裡面 是很懂得擁抱我的環境 就是無論我是高還是低 他們都會去擁抱我這個狀態 女生是明顯多了很多 以前是很多比賽的單位 是不肯開女子單人的單行 因為覺得我不夠人打的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個顧慮了 去到哪裡 他們都會願意開一個項目 給女生打 女生是珍貴到一個點 好像大海撈針一樣 找個女隊友真的很難 現在已經不同了 女生最重要是不要害怕 大家都拿著三支錶 男生也拿著三支錶 女生也拿著三支錶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能力 可以將這支錶定去飛錶靶 所以首先不要把自己看低一線 我覺得作為一個錶手的價值 不單單是他的表現 還有譬如他在錶界的影響力 或者是否帶動更多的人 去喜歡這個運動 喜歡這個牌子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這也是一個價值 倘若一個人 是用一個PPR、NPR 去定義一個價值的時候 那個價值是很脆弱的 因為你人總會有很多的上落 作為一個普通的錶手 或者大家多些去享受遊戲 放開一些分數 評價 勝負的東西 會扔得開心一點 也會少一點壓力 其實所謂品牌壓力 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看看會不會在媒體方面 可以推廣飛錶多一點 Superdars太遠了 因為我在現場看過 我就覺得很震撼 但是自己的技術水平 是否真的可以去打這些比賽 我覺得有距離 我自己努力 希望將來有機會 反而不是最大的舞台 你如何發揮 就是每一場小型賽事 自己可以做到一個穩定性 自己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是一些 可能歐美比較主導的 硬錶的賽事 可以打多一點 但是這個也 預算上要很多考慮 那麼 計劃一下吧 計劃一下吧 我想 第一個 我很想多謝 就是我飛錶的白樂 在飛錶界裡 生我出來的 就是 阿Paul 波琳 因為不是當初他跟我說 你還可以的 你真的可以 擲好一點 可以在亞洲上有競爭力 他的肯定是很有價值的 很感謝Dars Life的公司 一直都給了很多機會 很多支援我去 很多不同的比賽 亦都在我飛錶的路上 給了很多支援我 我的BARREL COSMO Dars 其實都是一個很 很體貼的公司 特別是台灣的贊助 都是很愛惜我 譬如殘心流 譬如Overtake等等 還有Dars Hive 就是 這個地方太好了 很感謝阿Lay 很感謝Anson 其實Dars Market 亦都很愛惜我 到今天我都是 很喜歡擲飛錶 哇 這題很難 可以用自己的故事